曾有一篇题为银河太险剧的科幻小说,说地球人发现银河中有一颗可能存在智慧生物的星球,于是派了一艘飞船前去考察。 可是,那个星球上的文明虽然比地球文明发达,但却被一些头脑发达,四肢不勤的超智慧人统治着,他们奴役着当地的普通人。 在那里,地球人还接触到来自科技水平更高的超星球的总星系人,在他们的帮助下,地球人历尽艰险,终于与当地普通人一起推翻了超智慧人的统治。 这个星球离地球有几万光年之遥,也就是说,以光速返回地球,也得花费几万年时间,但由于总星系人已掌握改变时空结构的技术,于是,几万光年的空间在一瞬间被穿越了。 改变时空结构,竟能使人在天涯的物体近在咫尺,实在是非常奇妙和诱人的。 难怪在许多有关宇宙航行的科幻小说中,常常可以看到超空间、影空间、刻意空间等名词。 有人把这种新奇的影空间、刻意空间解释为人类滋滋以求的四维空间,许多奇妙的现象将伴随着第四维的出现接踵而来。 众所周知,我们生活于三维空间之中,它有三个维,或三个互相独立的测夺、长度、宽度和高度。 为什么现实空间不是四维空间或二维空间呢? 如果存在四维空间,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? 一维空间和二维空间让我们先想象存在一维的人,他们像一个个点,生活在一维空间中,即生活在一条线上。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测夺、长度,只有两个方向,向前或向后,因此,它可以是一条直线,也可以是一条曲线。 一维空间实际上存在于二维空间中,但一维人无法看到二维空间,也不了解在二维空间会发生什么事。 哪怕这个一维空间是条螺旋线,相连两圈非常接近。 对二维人来说,要从螺旋线上的A点走到B点,只要连曲线走就行了。 可是一维人不能连曲线穿越二维空间的缝隙,只能循规蹈矩的圆螺旋线走。 我们在想象二维空间的二维人,他们能够在两个维度上移动。 这个二维世界既有长度,又有宽度,但没有高度。 二维人虽然可以猜测存在三维空间,但由于他们无法变雷石半步,所以对三维空间一无所知。 可能有人会说,他们用手把这个二维平面戳穿,不就可以看到三维空间中的情况了吗? 其实不然,即使把平面戳一个洞,二维人也只能观测手指与平面接触的二维区域。 他们甚至不知道,这就是从二维空间进入三维空间的入口。 对于那个第三维,高度,他们是无法理解的。如果二维空间中有A,B两点,他们相距57米。 现在有一个二维人,以每天爬一米的速度从A点爬到B点,那么他要爬足足100余年。 但如果这个平面是弯曲的,在三维空间的人看来,他们的距离只有一米,这个二维人只要能够进入三维空间,在他一昼夜就可以到达目的地。 可惜,二维人却无法这样做,因为这个一米是在第三维高度上,二维人不懂得什么是高度,也不能脱离平面。 三维空间和四维空间与一维,二维的情况相似。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可能包含在更广的四维空间内,但我们三维人却不了解四维空间的居民,尤其是他们的生活习性和运动规律。 三维空间的三个基本测夺可以用三根互相垂直的坐标轴来表示,但是,如果再补充第四根坐标轴,要使它与前三根坐标轴均垂直,我们是无法做到的。 同样,如果在三维空间中有极其遥远的两点A和B,在四维人看来,他们进入毗邻,只要在第四维上挪动一下就行了。 可是由于三维人不知道如何进入四维空间,所以只能长途跋涉了,要实现科幻小说中的穿越四维空间。 前提是三维空间是弯曲空间,而不是平直空间,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。 以前,人们以为空间就是一个空盒子,它有长、宽、高。 二十世纪初,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,空间和时间不再是脱离物质的独立存在,和字也不复存在。 而有物质存在的空间不再是欧吉里德的平直空间,而是弯曲空间。 物质的密度越大,其周围空间弯曲的越厉害。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,空间竟会弯曲的封闭起来,这时由中心物质发出的光将延闭和曲线传播,放射不出去。 因此,外部观测者看不见从中心物质发出的光,而在通常物质密度不大的空间,光是延直线传播的。 如果存在四维空间,由于我们的三维空间是弯曲的,似乎提供了超越空间的可能。 然而,存在弯曲的三维空间并不是存在四维空间的直接证据。 那么,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否存在四维空间呢? 如果有四维空间,如果存在四维空间,就应该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。 为了便于理解,我们先举一个二维空间的例子。 对二维人来说,尽管它不能列出二维空间,但由于毕竟存在外部的三维空间,所以在原则上,某些现象可以从第三维的入口流进二维空间,使二维人看到通常在二维世界看不到的现象。 像我们设想平面上有一个中面,它上面的阿拉伯数字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,不论我们在平面上如何扳动或转动它,都无法使之变为逆时针方向排列。 如果我们把它从平面中取出来,在三维空间翻一个深,再放进平面去,正面上的数字顺序就一下子变为逆时针排列的了。 二维人可以从这个现象,得到存在三维空间的结论。 三维人可以从下述现象判断是否存在四维空间。 例如有一只左手手套,无论我们怎样移动,转动它不是把它里外对翻,都无法把它变为右手用的手套。 然而,如果存在四维空间,把左手手套拿到四维空间去翻一个深,再送回三维空间,那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右手手套了。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断定存在四维空间,因为这只手套就曾去过四维空间。 遗憾的是,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现象,必须用存在四维空间来解释。 也许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四维空间,尽管四维空间提供给我们顺时穿越巨大距离的可能性,但它也有非常致命的缺点。 事实上,随着为数的增加,运动的稳定性要减小。 大量研究证明,在二维空间,通常任何扰动都不会破坏岩壁和轨道运动的某个物体的平衡,使它飞到无穷远去。 在三维空间,如果扰动不大的话,这种岩壁和轨道运动的物体也不会越轨而去,而在四维空间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,所有圆轨道都是不稳定的。 在这种空间,行星不可能连壁和曲线绕太阳运行,它们或者落到太阳上,或者飞到无穷远去。 根据量子力学的运动方程同样能证明,在多余三维的空间中,氢原子已不能作为稳定的结构存在,载则旋转的电子必然要落到原子格上去。 除了运动的物理性质变化外,空间为数的增加也改变了空间的纯几何性质。 如果把地球仪的球面展开为平面地图,图形有了变化,但经纬线之间的角度始终不变,一直是90。 这就是几何学中的薄角变换。 数学家证明,任何连续的平面图形都可薄角变换为圆形,但不是所有的三维物体都能薄角变换为球形。 这说明,三维空间的薄角变换也不如在二维空间那样广泛,那样容易,增加一根坐标轴,就是空间的几何性质受到了限制。 现实的完美空间 我们的现实空间,为什么既不是二维,也不是四维,而恰恰是三维的,而四维空间又过于况死,我们的三维空间下到好处。 按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,客观世界应该是和谐,完美的,而只有三维世界才最完美。 诚然,哲学家的思辨不能代替科学的研究,伽利略考虑过这个问题,他指出,我们的世界只能存在三个相互垂直的坐标轴,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停在四个。 数学家莱布尼茨尝试用纯几色的方法证明这一点,但却没有成功,用现有的物理学理论是无法说清楚这一点的,因为它们都建立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之上,这个问题只有在更广的新的物理理论框架中,才能得到解决。 有人说,相对论中不是有思维空间吗?事实上,这两种思维空间是全然不同的。 在相对论中,思维空间除了三根空间坐标轴外,还有一根时间坐标轴,它表明事件不仅发生在空间内,还必然发生在时间内。 这是思维时空,不是上面讨论的思维空间,看来,顺时穿越巨大空间区域的宇宙航行,在目前的科学理论框架中是无法实现的。 即使在科幻小说里,也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而已,我们也没有梦到进入思维空间的门槛,或者,根本就不存在思维空间。